3 2 1 自媒体已经成为现在行销市场的主流 今天网红红彤彤还跟她的先生吴志轩一起演出一场沐浴秀 就让我们一起到现场看看吧 现在网络自媒体相当火红 几乎取代了传统的行销模式 高人气高浏览率的网红 更是疫情时代宅经济的市场主流 出身在桃圆市的网红红彤彤 2020年10月26号下午在台中市的水舞行馆召开记者会 还在现场示范网络热卖产品米兰软瓷睫毛 也跟她的老公吴志轩演出一场鸳鸯沐浴秀 展示自家品牌的沐浴乳 现场充满了欢笑的声音 气氛相当轻松好玩又有趣 红彤彤也分享了她创业的心路历程 人家喜欢你什么产品都会买 但是如果你真的遇到一个不适合你的产品 你就是卖完这一个东西就停掉 再去找别的 但是卖东西的诀窍还是你自己的魅力去买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我就是轻易轻微 然后一步一步一直在进步 从我五年前开始接触到微商 到现在 就是人家看到我在思维上有进步 然后在业绩上有进步 什么都有进步这样子 红彤彤说 她小时候就被母亲抛弃 还被前夫家暴 就此养成勤奋努力的生活态度 2015年开始 红彤彤经营的粉丝专业 从个位数到大批的粉丝涌入 一路走来除了要感谢大家的支持之外 更要感谢她生命中的贵人 现任老公吴志轩 因为吴志轩从小经常被同学亲友霸凌 也养成一种谦卑忍让 认真不服输的精神 擅长上台演讲 有着丰富围商电商行销经验 风趣幽默的吴志轩和红彤彤一起相扶相承 开拓在网路市场上的庞大商机 主要还是在行销上会去协助她 因为其实现在在网路行销 就是说要先把那个主体先找到 就是说电商跟围商的崛起 它其实改变了很多家庭的命运 因为主要就是说 其实围商一开始早期设定的族群是 那些在家他可能没有办法出去外面工作 但是他还是一个流量 他还是一个自媒体 那就可以善用他的形象 去找到适合他的圈子 来行销 网红红彤彤在2019年成立了 红House自由品牌 产品秉持着关爱跟温暖的元素 还成立了美女行销团队 用互相扶持 绽放光彩 追求美丽人生的精神 让旗下沐浴乳 鲜红姜黄 软瓷睫毛等多项产品 成为网路上爆红抢手的商品 红彤彤跟吴志轩谦虚的表示 未来的路还很长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给他们更多的支持 记者陈文旭 李佳金 王瑞彤 台中报导 大家好 我是网红红彤彤 很感恩大家来这边 然后很多喜欢我的粉丝都来支持我 然后更感恩你们 喜欢我的产品 喜欢我代言的产品 爱你们哦 这边 拜拜 好 谢谢 好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